你知道襪子的長短就可以透露出你的年齡嗎 其實我自己一看標題我就懂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來講解一下這篇文章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所以他的標題叫做 How to spot a millennial You can tell by the length of our socks 你怎麼能夠辨別出 你是不是一個千禧寶寶呢 大概你知道 反正就是這20多歲的人這樣子 那再往下一點點的 我們就叫他們Gen Z了 Gen Z2 我們常做這題目 說實在的 就常在講年輕人跟 這個年輕人在上一輩的 這一個次年輕人 再往上就是我了 就是我大概30 40歲的人 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Gen X 那再往下是millennial 再往下現在是Gen Z 然後接下來就是Gen Alpha了 Gen Alpha現在還沒有成年 還十三十二三歲而已 所以我們先不用理他們 大概我這個節目再做個幾年 就要開始講Gen Alpha 然後Gen Z就變老人了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Gen Z的年代 年輕人 那再往上一點點呢 millennial是他們長什麼樣子呢 好所以用襪子的長短 來 其實我們今天不是只有講襪子 還有另外一些不同的外表上的 這個分辨的一些地方 是我們會看到的 那這些對我來說也蠻新的 因為我對流行不夠熟 所以很多這些外表上的一些智慧 其實我也是現在看到才 喔OK 好 所以他開頭就說 把你的這個放襪子抽屜打開 看一下 So open your sock drawer Go on take a look Tell me what kind of socks What kind of socks do you have 你有什麼樣的襪子呢 So if your response is ankle socks Then I have bad news for you You're an avocado eating Flat white sipping No home owning millennial 好所以這裡面就好 蠻多詞可以看一下 所以要是你的回應就是 我的襪子都屬於 ankle socks Ankle就是腳踝 那就是腳踝高的襪子而已 甚至我們講 可能那個就叫隱形襪子類的 那我會摸這種襪子 其實我也有 現在有沒有常穿 沒有常穿 因為我在西門町 已經被年輕人影響 所以我現在穿的襪子 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學年輕人喔 所以如果說你的回答是 Ankle socks的話 那我就有 我有壞消息要告訴你 那你呢 就是一個 Millennial 前面加了好多形容詞 你是 Avocado eating Flat white sipping No home owning Millennial 喔好幾個詞 Avocado就是酪梨 我們講說牛油果 酪梨 那Millennial都覺得 啊酪梨很好啊 他有很棒的那個脂肪啊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甚至有講過 好像叫做有一個詞叫做 Avocado toast還是什麼鬼的 反正就是那種 小幸運的那種 啊我吃這個好養生之類的 所以你就是 你是一個Avocado eating 那什麼是Flat white 對我來說也是新的詞 這個是星巴克發明的一個詞 來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解釋 Flat white的概念 就是 把蒸汽牛奶倒入濃縮咖啡 最上面還覆蓋一層 細柚的奶泡 那一層細柚奶泡 他們還叫它microfoam foam就是奶泡 簡單的說 microfoam OK 所以天氣很像latté 天氣跟拿鐵差不多 因為就是蒸汽牛奶不是嗎 他說不一樣 他說Flat white裡面的濃縮咖啡 濃縮咖啡就是expresso 的比例比較高 咖啡味更濃郁 那拿鐵呢 奶味比較重 好他這邊這是一個 某個香港那個網路上 網站上講的 那另外一個說法 就Flat white 中文名翻譯成是 富瑞白 我猜是用音譯去音的 Flat white Flat white 富瑞白 我應該沒唸錯這個念瑞吧 這個富還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字 富瑞白 或者平白咖啡 OK 好一樣這裡的說法是把蒸汽牛奶 其實所謂蒸汽牛奶就是用蒸汽加熱過的牛奶 那個我自己操作過的字 他就是會吹蒸汽 他就是會吹蒸汽有一根管子 你就把冰牛奶去 你把那一根管子插進你的冰牛奶裡面 然後那個蒸汽就開始把你的牛奶加熱 到後來就是真的很快就可以進入100度 然後你還要一邊加熱一邊用那個蒸汽去把你的牛奶打出泡泡來 那那個打出來的奶泡就是就是foam的這樣子 OK 那如果說你打出了很多的foam 然後倒進咖啡裡面 如果是一半的foam還是比一半還多的話 那個就叫做Cappuccino OK 所以所謂的卡布奇諾就是奶泡很多 牛奶比較少 那奶泡少一點 牛奶多一點 就是Latte 那這邊flat white就是一樣是把steam milk丟進去 然後上面加一個細奶泡 呵呵呵 所以要強調的是microfoam 而不是Latte的不是那麼micro的 大概可能是這樣分別吧 所以剛說了你就是avocado eating flat white sipping 所以你就愛喝這個平白咖啡 以及你沒有買房子 no home only的millennial 所以millennial現在他就直接貼上這三個標籤 你就接受吧 OK 好 但如果說你寧願死也不要把你的小 也不要把你的那個 呃 腳踝露給 就是暴露在這個空氣中的話呢 那你呢 就是穿長襪子的gen z了 所以這句英文說 but if you would rather die then expose your ankles to the wind Congrats you're a long sock wearing member of gen z 所以你是穿長襪的gen z了 這樣 OK 所以接下來就是有一個 反正有一個tiktoker在這邊說 他總之就是絕對不會給人家看到他的這個 那個腳踝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還有另外一些些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種 呃 呃 該怎麼說呢 就是分辨的方式 所以 先前有一些這個inducting inducting 就是其實這個induction inducting 就納入或什麼之類的 像我們講說你進入了什麼名人堂 你就是這個名人堂這一次的inducting 所以他說先前進入這個名人堂的 他說名人堂就是分辨 各個年齡層的這個種類 so previous inductees to this hall of fame include side partings 好 very millennial apparently 所以 什麼是side parting呢 我也找了一下 我是猜 我有猜出他的意思大概是這個 但我找過以後才是確認 給你看齁 這就叫做side parting 簡單的說 就是頭髮分邊 OK 好 那我們中文甚至現在 我滑 就台灣的世界都把它講這個要由頭 對不對 所以要是你的髮型是這種side parting的話 非常millennial OK 以及skinny jeans 所以穿的那個很窄的 我們其實更老一代叫AB褲 我相信沒有人知道AB褲這個詞 可是總之就是非常非常窄的 很合身的牛仔褲 so skinny jeans 那下面又說了 那下面又說了 你如果今天正是一個這個Gen Z的這個Gen Z兒的話 要是你的小腿去碰到牛仔褲 你就會整個人間蒸發掉 然後就啊啊啊啊啊啊啊這樣子 OK 所以他這邊說 A true Zoomer Zoomer大概就是Gen Z的另外一個詞 我evaporate the second their calves make contact with skin tight denim OK 所以 所以他們的calf 這calf其實就是 CALF 這單數 那複數就是去F加VS 它好幾個意思 它也可以是小牛小馬 就是一個calf 那它也是你的小腿 OK 小腿肚的地方 不是前面 前面是shin 那筋骨 然後面那個肌肉的地方就是calf 所以它就是說 The second their calves make contact with skin tight denim 這denim就是那個 我們講說牛仔褲的那個布料 就是denim這樣 是不是叫丹寧還什麼鬼的 好 所以要是你的小腿碰到denim的話 A true Zoomer will evaporate 他們就蒸發掉了 用這樣浮誇的說法 然後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French tuck What the hell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螢幕 這個就叫做French tuck 所以這樣穿褲子的方式 這個tuck就是把你的上衣 收進你的褲擋裡面 所以要是你收得好好的 就是你完整的tuck 那要是拉出一點點邊來 這個就叫做French tuck 法國式的這個收褲擋 收衣服當 對我來說也是新知識 OK 好所以 總之把衣服塞進褲擋裡 那個叫tuck in OK 好 然後再來最後一樣就是 高腰的褲子 所以high waisted trousers trouser 這個就是褲子 簡單的說 OK 好所以 大概這幾個分別 那 我是穿哪一種衣服的人呢 我現在自己都覺得我混來混去的 但你現在看到螢幕上這邊 就是給你看到 Gen Z的人就是會穿 拉到小腿度這麼高的襪子 那這種襪子現在你在街上 隨便買都買得到 因為 其實很多這種賣給年輕人的東西 就是現在 你最容易買到的東西 那你都要買老一點人穿的東西 你可能就要去傳統市場去買就是 好你同意嗎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我是蠻同意的 我在西門町的觀察 的確年輕人都是這樣穿 沒有錯 而且衣服也越穿越寬大 那個寬大的概念其實跟我們 跟我當年還是高中生的時候 其實有點像 因為我們都會喜歡穿 比較baggy的一些褲子衣服這樣子 那似乎這個東西就 I guess it's making a comeback and sure I'm glad to see that 好啦 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